台灣首例確診台商出院 哽咽感謝醫療團隊 定說自己是台灣人很幸福 WHO總幹事譚德賽防疫不利 遭外界質疑護航中共 還被指控曾三度隱匿非洲禍亂疫情 美國研發新藥成功抵抗武漢肺炎 幕後工程是台灣科學家 卻遭中共搶先申請專利 口罩產能成長迅速 經濟部預估三月份後 每天產量超過一千萬片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